一年多都有,都有人參加過 你說去印度、去非洲整個月 那你對印度和非洲就了解得比較多 他看具體的工作和事件 譬如我每一年都會去葡萄牙開一個電影方面的學術會議 他原來有一個義工招募 他義工的對象主要是高中生和大學生 他全歐洲招募 就叫他們帶上帳幕來 因為他那間學校開會有很多草地 在草地上可以有帳幕睡覺 所以我們開會的過程 他們的義工就幫頭幫尾 他們又會給一些訓練他們 他們來到會給一些介紹他們當地的市鎮 整件事我覺得是很有機的 即是說他們是安排一個學術會議 但其中又有一個部份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人手去組織那班義工 來幫頭幫尾 整件事令我感覺到 是有一種和平 世界和平的一種想像 即我們說人類 其實你想像將來的世界是怎樣呢 你就會向那個方向建設 所以想像是創造人類未來世界很重要的形式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都有一些項目是類似的 例如說會去日本一些 他們有很多制製的一些 他們有些什麼春祭秋祭 文化活動 都有招募義工去幫忙 同時我也知道有些 例如搞馬拉松 或者電影節 音樂節那些 都是有這類的項目 香港人可以參加 透過我們 那我的學生可能也會有興趣 我們有些讀電影的學生 所以我說三百人應該不止 香港那麼多人 其實暫時 現在工作 找工作一難 如果人家經濟不太有危機的時候 有些少少錢就可以 可以好好地 好過在香港 不如去做義工 順便遊歷 那如果你問小文 如果你那個參加的人 是想 門檻很低 不用說要考試 要成績 那你說只要有興趣就行了 有意成 那如果有1000人想有參加 你們的機構要擴展 兩個存職不夠 那經費如何 這個問題是複雜少少的 可能我們又要休息一會 聽首歌 就再要問一下 哇 小型的社福機構 即是他們有正能量 但正能量都要包括 有沒有一些正面的支持 和資源 他們是怎樣去支持 他們的運作 現在我們聽首歌 就是 It Came Upon The Midnight Clear 擴闊知識領域 網絡文化通識 星期一至五 香港電台第一台 晚晚跟你 廣東廣西 剛剛過了平安夜 現在是聖誕節 聖誕快樂 我們今天廣東廣西直播室內 有岑入菲勞威力 以及我們今天的兩位嘉賓 是生命工場的鍾成智先生 以及二遊的張文彪先生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香港小型社會服務機構的正能量 剛才聽他們說 他們成立的初衷 確實本著 我們用老土的字眼 就是一康熱城 譬如鍾盛智說 他如果在政府機構做 和非政府機構做 那個人工是差一半以上的 而張文彪本身有政績 但覺得服務很有意義 亦是香港沒有的 所以和一群朋友一起去策動這件事 剛才山金路人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你們行償的經費是怎麼來的呢 不是政府的資助 可能小文的二遊簡單一點 兩個全職的人 就是一群朋友 可能夾錢也可能夾到 所以我看到你們 也有一個辦公室 在新蒲崗 一個工廈裡面 都是夾錢夾出來的 但是鍾成智 你42個全職人員 有這麼多個是社工 那你經費怎麼來呢 你純粹靠宗教信仰 都不可以支持到牛油麵包 是啊 純用宗教都支持不到 五餅二餘也可以 五餅二餘 我們需要多些這類的神職 其實智庫營規機構有一個特色 有點像藝術團體 就是by project 一個個計劃 我們接觸一群服務對象之後 衍生很多不同類型的服務計劃 就著每個服務計劃 會有一些資源 來源 又可以提供一些服務 我們這樣累積起來 譬如哪些人會被你申請到 你們做服務 他就給你一些資金 其實有一部分都是政府的資助計劃 譬如我們今天介紹 我們來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本身他自己是負責一個 有機上網的計劃 幫助一些清貧家庭 支援他們的資訊科技 上網 買機可以便宜一點 譬如這個計劃 我們就有跟社聯協作 令到我們會有些經費 另外一些 譬如我們機構都有做 做賣期日 很難 動員一個分區賣期 我們都試過 賽馬會會不會幫到手呢 賽馬會我們就未拿到 未拿到 即是申請過未拿到 剛剛最近我們和二遊一起 都去見過一下 未申請 未申請 那二遊呢 經費又怎樣來 我們簡單很多 因為我們收一些行政費 即是香港人出外 我們幫他們安排去某個地方 做義工服務 我們有一個行政費 至於外國義工 他們會給他們當地的行政費 來到我們香港 就不需要再付錢 你會否提供住宿給外國義工 是包含住宿的 即是他們的行政費 就包括住宿的部分 沒錯 即是我們在香港人出外的時候 收了行政費 然後補貼我們在香港 搞一些project 可能需要有 食 住 這些費用 同時因為我們都有本地的夥伴 同時他們都會出部分的錢 那你每年三百個人 那你行政費都是有限錢 那你每個人一千 那都是三萬 如果義工來香港住哪裏 通常會安排他們 舉個例子 就是長春社的project 他們就在上水浪園的濕地 在農地上 他們就有一些鐵皮屋 那些義工其實就是打地坡 住在屋內 其實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90年代 我突然間收到幾個朋友的電話 他們就說 他們搞了一個演出 有很多外國的藝術家參與 那個叫大風吹計劃 即是說國際的經濟貿易不平衡 那樣的演出 在藝術中心演出 但是他就要找人收留一些藝術家 那我就是其中收留了一個 日本裔的 即是在美國住的 即是他是那些 表演的那些狂言 即是那些傳統的戲劇 那種形式做現代戲劇 那我收留他幾天 即是跟他相處幾天 即是他住在你家 他住在我家 他住在我家 收留他幾天 但是你變成那些人 你們需要一個團體 很多人各自收留 是的 即是組織那個團體 就好像二遊一樣 即是他找了一班人 來香港演出 那這班人裏面 有香港人 有不同地方的人 在香港 他們就會生活 兩個禮拜左右 一起很密集的排戲 演出 所以他就住在我家 兩個禮拜 但是香港的問題 如果你去外國 通常你去美國 去歐洲 通常他們的住宅 比較大些 收容人在那裡住 不成問題 香港就寸金尺土 即是差不多 那些屋子都住在劏房 你怎麼收容人 所以香港是一個問題 住永遠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金貴 現在 有一些青年類社 又好像石見尾那裡 又好像有一個新的美河流 我覺得如果我們安排到 有這一類的宿舍 給一些外地來做各樣的事情 這些就不是說旅遊 這些是一種 即是不用說 有些人說旅遊去住 五星級 有地方睡就可以了 有個床鋪就可以了 香港都沒有的 香港開始有的 青年女社 很早我們租的 要很長時間租 要訂定的 其實現在青年女社 都不便宜的 都一百多二百萬 如果去青年廣場 柴灣那個 是很貴的 他好像酒店式 四百多萬 最少 那些就有些 叫做旅館式 即是我們那種 即是找一些藝術家 藝術圈裡的人 收留 這是homestay 這種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那幾年 我在九龍城有個堂樓單位 我有個廳 什麼人都可以收留一下 結果我都 比如我收留過一個 剛才說的一個日本 另外台灣 有一個台灣小劇場運動的 退守 也都在我家裡逗留過幾天 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有價值的 因為在那幾天裡 我跟他 不單是交了朋友 我跟他有些 長談 即是談人生 談藝術 談兩地的文化 所以二遊的想法 我一聽 我覺得 有點像我們藝術界的 這種情形 其實外國有些項目 他們都用類似的模式 不過是長一點 可能是幾個月 他們找回當地的住戶 他們做homestay 例如印度那些 歐洲國家的義工去到 住幾個月 當地的機構 可能會補貼錢 給當地的 提供住宿的居民 例如你們兩位屬於中小型的社福機構 或者蚊型的社福機構 在你們過去的時間裡 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 支撐你們 做事業的 一些力量 正能量 是來自人 來自不同的 其他友好的團體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友好的團體是很重要的 所有朋友 不同的親朋戚友 或同事的親朋戚友 全部都要幫忙 有很多問題才可以解決 譬如有些故事 令到我們一直都放在心頭 而我們很記得 因為我們服務過一些屯門 比較清貧的學生 他們試過一次要報名 是一個80元的一個費用 我們收到什麼 你猜到 我們收到一袋的稅銀 號子 一袋的稅銀 拿回來學客 我們收的時候 我們就很緊張 快點收了 因為怕被其他同學看到 後來我們就把銀 放在一個瓶裡 放在辦公室 因為我們後來了解之下 可能是 很有機會是 他爸爸媽媽很想去參加這個活動 但因為他家裡的錢 真的不足夠 結果他把家裡所有的銀 都放下來 然後幫同學補一個活動 我們當然後來 就應該做很多功夫 在他們家裡身上 但在這個銀 就令我們看到 他們爸爸媽媽對小朋友的愛 特別窮 但不等於他們的愛 有什麼變化 這個可以做一個 社會服務的 我們叫做文物 即是不要唱整他 就把那一袋銀 放在那裡 因為他背後有個故事 這個故事 就是有他們父母的 對於小朋友的期望 這個故事 令我想起 在戰後的日本 有一套電影 叫做 不我們要活下去 就是講戰後日本 很凋零 有個導演叫金井正 他就是當時左派的 他就是想拍到變影 講一些小商戶的破產 小商販的破產 小店主的破產 他找資金的方法 因為社會題材是很嚴肅的 他就用向社會務捐